团结政府秘书处最高领导理事会原则上同意 考虑下放拨款给在野党议员 副首相拿督斯里·法迪拉今天发文告表示 这是首相拿督斯里·安华 昨天在部城主持超过一个小时的会议后做出的决定 政府将针对有关事宜起草一份谅解备忘录 以便为接下来的谈判铺路 在野阵营对政府的决定表示欢迎 但是国民联盟发文告指出 将在研究被忘录阐明的条件之后再做定夺